老公,你听我解释 你不会是因为他取消婚约的吧 你看一下 他的全身上下 他的衣服 估计也超不过一百块钱吧 你可别糊涂了 徐如哥哥,你说什么呢 我不许你这样诋毁他 他很厉害的 你开什么估计玩笑 就这种下三滥的货色 根本配不上你 别闹了,咱们回家吧 放开我 我不许你侮辱他 你竟然因为一个外人打我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求你对他尊重点 再说了 就算没有他,我也根本看不上你 你就像一个控制狂一样 我是一个人 我不是属于你的东西 从今往后,我跟你在乎,估计 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难怪叶小姐不喜欢你 叶小姐 陈大哥 我不管你是因为我救了你 从而喜欢上我 还是从想让我给你当他的当劲 但这件事 今天到此为止 我的心里只有我老 知道了 谢谢陈儿 你看看你 上人家小姑娘的心 不伤他的心 难道伤我老婆的心 平嘴 走 妈,吃饭了 开饭了老婆 怎么了 陈辰 妈不在房间里啊 接,方便提早 我不要紧急事 陆小姐 如果想让陆母平安回到你的身边 那就赶紧业敏做来换人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伤害我吗 放心吧 今天下午两点 你把东西放在阳光大道 等你到了阳光大道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 怎么办怎么办啊 阳光商场地下停车场 面积巨大 而且他们点名让你一个人前去 不行 你一个人前去 我会担心危险 这样 到时候我暗中保护你 艾雪 马上拍二十个高阶休息 听我调领 是,老大 顺便送两套切成装备过来 是 放心吧,老婆 有我在 不会有水的 放心吧,有我在 不会有水的 喂 陆小姐 你是一个少时的人 现在给你二十分钟时间 前往西郊的废弃工厂 一定要一个人去 否则 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 可恶 沈沈 现在怎么办啊 按照他说的办 就去了 别跟我乱动 你要不老实我就打死你 妈 我闭嘴 小七 陆小姐 我真佩服你的大名 你自己一个人都敢来这荒山野灵的 你不怕死呀 妈,你别怕 我来救你了 放给我 你这么坏蛋 哎 主持 不要急 你们用的东西我已经拿过来了 放开我吧 哎,别动 若小姐 我看你人长得挺漂亮的 应该挺寂寞的吧 要不然留下来 让哥哥陪给你 哥哥陪给你 哥哥陪给你 哦 又是你了 又是你了 大爷 您 您来了 大爷 我们在那 这道的处置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行不行 再给我一次机会 大爷 我保证没有下一次了 不 我保证立马我就滚出上毒草 王富三派你来的吗 对 因为他给了我一笔不小的佣金 然后 我就受不了他的蛊惑 我就来干人这种 当的事 大哥 您放我一把 好吧 妈,我们先走 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你别回来 我从来不打女人的 但是我必起来我也会 这个标记 是我们门主留给你的惩罚 你回家之后 自然会有人找上你 如果你乖乖配合的话 自然有好处 但如果你敢反抗 放心吧 我会配合的 我会听话的 王富山 你们是什么人 陆老夫人被绑架的事情 是你所策划的吧 你 你们是从何得知的 陆老夫人是我们家门主的丈母娘 陈辰 大胆 门主的明慧也是你能知乎的 这只是给你的一个警告 接下来 就好好享受你的惩罚吧 是李豹啊 我们门主觉得你还有点作用 因此本也留下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吧 我就是一个街头小朋友 我惹不起你们这些大人物 你们让我干什么呢 该不会让我去当县人吧 你小子的性格我喜欢 聪明人 嘿嘿嘿 这张卡六十万存款 算是你的雇佣费 之后帮我们做的所有事情的佣金和奖励 都会打到张卡上 那第一个任务 把王富山对陆老夫人做的事情 宣扬出去 重点宣传他策划抢毒名家真迹 和策划绑架的事情 哎 小子明白 绝对给你办了 好干 哎 好 慢走啊 老板 您要查的资料都查到了 说 路斯奇和晨晨确实是合法复习 这个叫晨晨的 一直待在家里 从来没有出去找过工作 是个地地道高的家庭富男 家庭富男 是 我还以为是个好男人呢 原来就是一个废物 就这样也被他路斯奇老公 老板 如果您想得到路作 我倒有个办法 嗯 说来清静 好 嗯 嗯 嗯 小琪啊 妈妈回英国了 你们两个人给我好好的啊 嗯 晨晨 我们家小琪就拜托你照顾了 放心吧妈 我会照顾我小琪 有你在我就放心啊 我们家小琪啊 有你啊 真是天大的福气 妈您说什么呢 我们关键哪有这么差劲 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不然改不上飞机了 你们就别说了啊 妈 落地之后 记得打电话 放心 肯定放在庭院的 我走了啊 天佑 天佑 喂 陆小姐 之前的见面 咱们也别聊到工作 我们两家公司 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 今晚我正好有空 不知道是否方便啊 当然方便 天先生 我跟我丈夫一起过了 好 今天晚上六点 我包餐日部落餐厅 等你们二位 老公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呀 这不是免费的晚餐吗 咱们好好宰他一顿 喂 陆小姐 你们到哪了 已经在楼下了 好 先让孩子 不要收下楼器 是 小子 给我站哪儿 把这样的钱财全部都留下 老子还能留你一条狗命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不过是两个混混吧 给我打 卧槽 你欠住 贼美俗眼的 竟干上偷鸡摸狗的事 今天算是给你个教训 听到没有 你给我等着 啊 哎 时间差不多了 你看我 来一场英雄救美 哈哈哈 金总 哦 洛小姐 你们 怎么上来的 我们当然是走上来的呀 啊 原来是这样 我还打算下去接你们呢 既然来了 我们就赶紧上座吧 莫远 陆小姐 这是菜单 请你共用 凤天九哥来一版 黑海顶级鱼紫像拌饭 八年的拉菲 啊 拉菲要最老的 有的需要二十万一瓶 那就 先浅浅来一瓶 天哪有什么合作啊 我们都是差不多了 可以说来听听 陆小姐 最近公司利润怎么样 公司的利润 非常稳定 年生活都在百万一成 百万 一个公司的利润 才只有百万 这送到你头上来 才做好起来呀 陆小姐 要不要来我们公司 做我的私人助理 我可以直接给你开到百万 这百万只属于你 怎么样陆小姐 要不要考虑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